热门的登山路线嘉明湖23号 在向阳山屋附近传出黑熊出没的消息 台东领馆处所设置的红外线监视器 拍到了一只黑熊的背影 而距离山屋只有100公尺 这也是今年第一次记录到 黑熊在嘉明湖的附近出现 从台东领馆处所提供的照片上 可以清楚看见黑熊的身影 而这也是今年第一起 在嘉明湖步道有黑熊出没的消息 台东领馆处所架设的红外线监视器 23日晚间 清楚地拍到台湾黑熊出没的中机 而距离向阳山屋只有100公尺而已 对此台东领馆处也做出了回应 嘉明湖步道其实从103年的时候 陆续就是每一年都有人目击到 或者是透过红外线照相机 就是记录到所有黑熊出没 我们这边其实很清楚地知道说 嘉明湖步道环境的范围 其实就是黑熊它会出没 还有栖息的范围 过去进入到的时间大概都是在 7月到10月之间 那今年是第一次在3月份的时间 进入到它往嘉明湖山周边这里来移动 那可能的原因我们想 或许是因为最近低海拔地区的气候变暖 那所以它有可能就是气候变暖之后 它就开始再往高海拔山去移动 领管处也呼吁山友们要做好相关的防熊工作 同时避免人熊冲突的发生 属于跟自己所产生的飞气屋一定要全部带下山 然后不要遗留在室外去吸引黑熊 那提醒山友在从事登山活动的时候 就是可以准备一些防熊护具 例如说像是熊林可以发出的声音 就是避免黑熊可以靠近人在活动的范围 先前也曾经有黑熊闯入山屋搜寻食物的现象 因此也特别呼吁山友们要将食物收好 同时结伴登山 切勿刻意与黑熊发生冲突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冲突